广州终于开始,有一丢丢了啦,外界我以为入冬成功,兴致勃勃地搬出一堆毛衣,结果,只穿上了最包的那件,好吧,毛衣都穿上了,欠迷茫的毛衣穿戴宝典,是时候封上了害怕大佬们的势力小样,我们的华氏催更实在,太可爱了。 毛衣这个大品,和卫衣一样,可塑性很强,一件毛衣可以搭出N总风格,难道不是因为钱包太扁,还是个劳默,秋天到春天都可以穿,真是个值得夸赞的好孩子,为了照顾到不同温差的小妖精,本期毛衣搭配,莫分为三类来角,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,来汲取搭配,哈,比较清凉的穿法,风度为先,温度在后,适合难。 不包卡,眉毛,值得,和秋末初春的大部分地区,适合冬天大部分地区使用,保暖又时髦的日常look穿的比较好时,但也不是时髦。 冬天嘛,穿得稍微,有一丢丢胖,也是很可爱嘛,进入争期,恭喜小妖精们用一件毛衣,提齿大个月不重样,则穿大look宽领口毛衣,挖向一边露出半个肩膀。 本来普通的毛衣,突然就穿出了时髦感,给到这种不好好穿衣服的玩法,闲置已久的基础款毛衣,又在一次得到我的宠幸腿筋,门进清选择oversize毛衣,直接当身子穿,鞋子,小白鞋就OK了。 搞定一身初级look不过一分钟,下装,还可以搭配小短裙,同样是白色毛衣,配白着短裙,就是学长度戴的毛软妹时,换身酷酷的皮裙,则是气场满满的女王,像鹿肉蛋硬仰,啪,生,猛,换身过气长靴,里面还可以再穿黑色打底裤,周肉血瘦啊,作为一个食品上明活酷,主格超强的搭配能力, 那是必须有的。 夏天爱穿的学坊群,拿来搭毛衣,居然是意象不到的好看人,毛衣给人后重感,轻银飘逸的学坊,正好能够平衡,吸吸,学坊群毛,为营造仙气感,常常是层层叠叠的不透光,我对天发誓,我绝对没有在里面套秋裤,童树仙气飘飘细的,还有断面群,气质加持,让你看起来很有钱贵气, 丝丝的金属光泽很出彩,搭配了它,黑色毛衣再也不会被选起Boring,难怪这种金属色断念白者裙正,毛,活,冬天放眼望去都是黑衣霞,和毛衣一起搭配,真的很出彩热。 这个刚刚说的毛衣加雪暴裙,的清凉穿法,其实换上长度超过膝盖的长款毛衣,就可以升级微薄暖加时髦套餐,只露出一点点裙板,不会太冷,那些hold不住亮色裙子,也可以用这个办法,就不用担心太过浮夸,轻松提升,整个look的轻盈感和亮眼度,长款毛衣, 记得要选修身直筒形的,不能选阔形,变成行走的水筒可别怪我,还是喜欢日常款毛衣的小妖精,可以带下装烧下功夫,手推涉金感和层次感都超强的鱼尾裙,穿上你就被追着海门,一小姐姐,人人都有的黑白灰基础款毛衣,搭配复古图案或亮眼色彩的鱼尾裙,气质瞬间Upgrade真知半寻有一定厚度, 但不如毛衣裙这么厚,保暖和显瘦的首选,衣服无论是塞进去还是放出来,都不宜有用勇敢,大二,这种直筒黑色真知半寻,周章显瘦能力杠杠,低毛衣打什么颜色都不会错,这么优秀,表扬一百遍都不为过,真知群可以选择和毛衣同样的颜色,同一色系带来视觉延伸,让身材看起来更高条苗条, 对于立行星人来说,没有阔腿裤的冬天简直没法活,太,藏,肉,了,我再次发誓,我绝对没有在里面套秋裤,阔腿牛仔裤这样的摆他基础款,是我一规理的宠飞,担心裤子太过普通穿成路人,毛衣选择亮色,瞬间从路人化身为韩剧女主,看一波的比蓝色牛仔裤, 单黄色毛衣量眼吸睛多了,走气质路线的,可以PIX容或灯心容阔腿裤,低调奢华有内涵,说,的就是这类炒鸡,有质感的面料,轻松就能让造型的高级感upupup,刚刚讲到的日常穿法,再加上各种外套, 就是炒鸡保暖组合,那日常般装上班,手推西装外套,大部分时间待在办公室里的小妖精,保暖和时髦都兼顾到了,套装胜去复杂搭配,内戴万能的黑色毛衣就能出马,早上用过一多睡五分钟了,不过格纹西装用不过时,还是黑色毛衣来搭,整个LOK干绿又高级,下装,穿上休闲的牛仔裤或黑色小脚裤, 就不会显得老线和正式,一件时髦又郁寒的大衣或风衣,是冬天最值得投资的大品,配毛衣穿是最正常的组合了,今天的黑色大衣,选手又百搭,记得那搭的毛衣不要选太深色的,否则走在街上,怕你被神棍骗过去,施主,你黑于腰顶,大事不妙样,亮色难hold住,可以屁股买蓝和米败,黑黄皮都能驾驭, 奶丝,棕色,细是我冬天最爱的颜色,焦糖色大衣加卡奇色毛衣,一穿就有明圆气质和温柔感,要数保暖系数最高,除了羽绒服,大概就是面包服了吧,说到面包服,很多人一脸黑人问号,但我说是棉服,大家可能就点点头,哦,你说的是这种中年老阿姨贵,你的保暖外套呀, Excuse me 一鲜,胖的外套,选短款就准没错,大大的棉服,还能衬的双腿更纤细,高冷毛衣加高腰长裤加短面包服,要get超模同款长腿的王牌组合,羊高绒外套也是时尚,圈的温暖牌,别误会,我说的不是这种,动物园里下跑小孩,的棕熊系列,谁让你整进衣服都是绒,那层有绒就足够保暖了, 哦,里面还要穿毛衣呢,这样时髦的羊高绒皮衣,和羊高绒牛仔外套,你怎么就眼瞎看不见,整个冬天的时髦和温暖,就靠面包服和羊高绒来称了,简单的内搭一件纯色毛衣,就非常好看,我还是忍不住以牡丹牢到两点,一,外套要选短款啊,显瘦, 二,奶搭的毛衣要贴身,显瘦,做到以上,绝不会显胖,大概终于讲完了,夹急一算,你蒙缺好看的毛衣,强力种草基沃尔立马种下一片大草原,写文章,倒秃头,哭唧唧明人不说暗话,我要你蒙的点赞和表达。 感谢观看